湖建省岭湖县有一个远近文明的村子叫青浦村 村子里有一座道观叫林济公 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 不过让这个村子文明狭耳的 并不是这座千年的道观 而是因为一座石碑 一座会流血的石碑 突然就渗出一些水珠来 就好像这只流血一样 上面像布马雪丝一样 说话的这人叫曾勇 是青浦村的村民 去年一个闷热的夜晚 他来到村头的林济公乘两 林济公已经废弃多年 早已没有了道士 平时只有村里的几个老人义无看护着 那天傍晚 林济公的院子里只有曾勇一个人 正当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 一件怪事发生了 他突然发现 院子中那座灰色的石碑 刹那间变成了红色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以为产生了幻觉 于是凑上前去 仔细地观看 当他靠近石碑时 果然看见 在石碑上 留下了一些红色的液体 就像鲜血一样 而就在这时 林济公里忽然大物弥漫 显得阴森恐怖 霧比较大 营造的一种就是说很恐怖的一种 在朦胧的雾色中 曾勇发现 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内 石碑上的血色条纹越来越密集 血色的液体在不断地增多 很多很多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 还是比较惊慌吧 恐慌 刀罐里发生这样的怪事 把曾勇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的两腿不由地发抖 随后他拔腿去往村子里跑 跑回圈里面就叫了个朋友 他也不相信 没办法找到这个解释的现象 郑红展在听了曾勇的描述后 认为他是大白亭说鬼话 他根本不相信那座石碑会流血 于是两个人再次来到林济公 要查看个究竟 此时林济公里的大物还没有散去 他们战战兢兢地来到石碑前 在惨白的月色下 果然看见石碑上 正在源源不断地 留下一些像鲜血一样的液体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是虎还是虎 跟长辈说了 看到眼前的一幕 郑红展相信了曾勇的话 两个年轻人急忙跑回了村子里 把所看到的怪事告诉了几位老人 没想到 老人们在听了此事之后 竟然吓得是浑身发抖 家里人应该是比较惊恐 然后还回到这边就说烧香祭祀了一下 就说相当于祈求 就说原谅或者之类的 每个人都是传奇 欢迎收看由绿源电动车冠名播出的 老机传奇 我们都知道 这个石头大部分都是灰白色的 当然也有其他颜色 比如绿色 黑色 还有红色的像鸡血石 但是石碑上流血 确切地说是流下了像鲜血一样的红色液体来 这事可不多见 更奇怪的是 在听说这事之后 从你的老人吓得是去烧香磕头 祈求原谅 那原谅什么呢 他们又做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关于这座石碑 还有一个传说 对 一次流传一样 这样一个传说是觉得这个龟是有灵性的 老人是说你在往上面玩 如果是关着板子 它血会被这个吸走 要尊重它 不能随便去摸它 去怎么样就怎么样 吸走之后呢 它也会渗出血来 说这只龟会流血 挺害怕的 多少年来 村里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传说 但却从来没有人把它当真 以为只是老人吓唬孩子的把戏 当然 村里也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个传说 据村里的老人说 这座石碑立在那儿已经有几百年了 刚运来的时候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 应该我们听老人说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比较平凡 这个平面是非常光滑 而且就是说比较平 那没有凹坑 也没有这些纹路 是摆设的 应该我们主辈来说 应该 我相信这个可能最短的 应该也有 最少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可能应该说这个 是有出现这个现象 应该有两三百年 老老人都说不出一个所以打 说不出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只是告诉我那些传说 会吸血 会放血 一块普通的石头 竟然会吸血和放血 这在科学上是难以解释的 可是本来灰白色的石碑 为什么会变成了红色呢 石碑上渗出来的红色液体 又是什么 曾永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人听了更是感到疑惑不解 我自己本来跟这个林济公是有很大愿意 这个林济公跟我们是密不可能的 两个跟我们家族的一个兴衰 也是密不可能的 曾永的这句话 听了让人觉得奇怪 这个林济公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 而他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你说他跟这个林济公能有什么渊源的 这座道观也不是他家的 跟他们家族兴衰有什么关系呢 曾永有个祖先 大约是在五百多年前 五百多年前就是说 有个叫曾审孙的一个 应该来说是一个江湖游一这样子的 就是说当时是这个林济公的一个庙祖 五百多年前 正是明朝的永乐年间 在那个年代 一个道观的观主 在信奉道教的普通民众的心里 那是有着很高地位的 那么这位林济公的贯主 曾神孙到底是什么人 他又有什么奇怪的经历呢 在村子里至今还流传着 他给一位皇帝治病的故事 在远了十五年来的时候 就是说朱立 就是说他那个 就是说贴出皇吧 就是说他那个太后 皇太后就是说得了一种皮肤病 就是说一难杂症 很难治好 而据史料记载 得病的并不是皇太后 而是永乐皇帝朱棣 那是公元1417年 朱棣北征的时候 背上长了毒疮 但他不便让人知道自己生了病 就假称皇太后得病了 据说当时所有的宫廷御医 对这种病都毫无办法 就在永乐皇帝心机如焚 茶饭不思的时候 名不见经传的曾神孙 经过三天的深思熟虑 终于接下了皇吧 我们当时的那个祖先呢 就接着把禁经 禁经去把这个一难杂症治好了 治好了之后呢 当时永乐帝呢 是非常感激的 非常感激的 他就说想赤分他 当时的曾神孙 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赤脚医生 可是他却淡薄名利 并没有接受皇帝赐封 朱棣为了表示感激 就拨款重建了灵记公 并让曾神孙担任了贯主 还把重修灵记公的原有 刻在了石碑上 石碑之外还建了一座碑亭 感情这座不起眼的小亭子 居然还是一座玉碑亭 仔细看了之后会发现 这个碑文的落款处啊 的确写着明朝永乐皇帝的年号 距今他已经有590多年了 将近600年历史了 那既然是皇帝下之鉴的石碑 那就说明这个神医曾神孙妙兽回春 确有其事了 而这位神医曾神孙正是曾永的祖先 这个曾神孙曾经给皇帝治病的故事 在这个村子里那早已是家喻户晓 听说我们在林济宫 人家地里有个神灵 破梦 这一个是真的情节 过去也算是一身行医的这一类 看来曾永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他们的家族的确和这个林济宫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是这和石碑流血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曾永说呀还真有关系 多少年以来村里人呢 一直把这个林济宫的这座石碑当成了先祖 曾神孙的化身 如果村里人有了做了这个对不起老祖宗的事 那老祖宗就会显灵 就要警告一下 通过什么方式警告呢 那就是石碑流血 当然了这种说法它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只有村里那些老人们相信 年轻人根本不信 那么石碑流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要想弄清楚石碑流血的原因 首先就要掌握石碑流血的规律 据了解 这块石碑以前也曾经流过血 而上一次流血是在1997年 一位60多岁的老人曾经亲眼目睹过 这位老人名叫林湘江 现在是林济宫管委会的主任 回忆起当年石碑流血的情景 他依然记忆犹新 在五月份的时候 回忆的时候 当时那天下9月 9月的下的一直下的20多岁 到了中午的时候 突然乌云密布 天上又大门又长电 好像要起门大雨要下的时候 这个石碑上的那个背心 这个水族流出来做什么事 而且还不仅仅是局部 在整个石碑的底部 都遍布着这种神奇的红色液体 我第一种感觉也是做到这个 是不是跟上背上呢 从身上不满开开挖 被人给挂了 好有点很 做得很痛 不要再挖了告诉你们 我已经流血了 林湘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怪事 他很害怕也很疑惑 最后都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村里的一些老人 没想到 听了他的话后 村里的老人说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他们也曾经见过类似的现象 而这些老人们还说 听他们上一辈人说 以前这种现象往往是百年一遇 由此来推断 石碑流血的现象 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为了解开石碑流血之谜 我们再次回到林济宫中 希望能够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过去的清普林济宫跟明朝的 那个林济皇帝的皇帝殿建的一模一样 它有多少光 我们这里也排列了多少光 林济宫的建筑风格在北方并不罕见 但是在福建却显得很独特 尤其是辽津风格的双重岩结构 很像是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 很简然 林济宫应该是皇家建筑风格 皇家建筑 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你说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 怎么会出现皇家建筑呢 如果说仿制的话 当年这个建造者就不怕杀头 其实这个林济宫确定无疑 它就是皇家的建筑风格 何以建的 答案就在石碑上 尽管天长日久风吹雨淋的 碑身上的碑纹已经模糊不清了 但是经过仔细辨认 还是能看清这么一个字 镇 镇是什么意思 那是皇帝的自称 石碑留学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能否有人解开 没错 我看见的就是写 石碑留学了 石碑上的粉末居然能致癌症 有没有科学依据 其实规律还是有的 只是被人们给忽略了 治好明朝皇帝背后的毒疮 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流学的石碑 老季传奇正在解密 虽然碑纹中的很多文字 已经看不清了 但仔细辨别 仍能看到碑上刻着 魏镇之功 是以灵符 天衣妙药 又其子回生之功的词样 而石碑记载的内容 正是曾神尊给皇帝治病的事情 确认灵济宫是皇家建筑风格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那就是那座石碑 石碑的底座看起来很像一只乌龟 但严格说 它并不是乌龟 而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一种神兽的形象 它叫碧锡 又名霸驾 是传说中 龙的九个儿子中的一个名 它形状像龟 特别的能负重 具有长寿和吉祥的语义 以本在皇家建筑中才使用 因为龙嘛 龙是吉祥是神兽的 它能是万能的 在我们中国能是万能的 它是可以 这个 应该起到一个吉祥的意思了 那它又是龟的形状 父辈 龟的形状 龟是在中国的长寿的意思 我们也叫龙龟 所以说它是一种非常吉祥的 一个神兽 当时后来皇帝又赐了这个龙龟 龙龟抬着玉杯 朝着这个幸福圈 它就把这个吉祥 长寿 平安带到这个圈子去 这里的村民们都相信 因为有这只龙龟的保佑 他们的村子多少年来 才会风调雨顺 幸福美满 大的灾难 我们家乡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前几年 我们这里龙网台风 最大了 这里能也少好几个 对吧 我们这里 也比较 比较平安 能问一下您今天有多大了吗 我今天 你猜猜猜我多少了 六十度啊 哪有 今天 六八了 这边还有下面一个女的 一百年 一百年七的 下面还有一个了 那个是女的 我这里 还有一个也九十六的 这个九十度的呢 我们这里很多 应该说对我们石碑 对我们礼祭中 整个地区来讲 它可以保佑我们家乡 有关系 能够保佑我们 整个村子两万多年的平安 一块石碑 居然能够保佑村子里人 平平安安的风调雨顺 这在科学上显然没什么依据 不过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对这样一件皇帝赐的东西 村民们往往会把它给神化了 赋予它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这本来是对这块石碑的敬畏 但是这块石碑却也因此遭了殃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 这只石龟的眼睛和嘴的部位 已经被破坏了 上面是凹下去了 不光是眼睛和嘴 其他地方也是坑坑洼洼 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一个一个的靠一点 一个一个的靠一点 怎么靠的这么 我们这里有一些传作就是说 像牲畜得了病 或者说小孩得了一些病 在这上面挖一些石粉 就是说放到我们的食物里面去 它是可以治愈的 原来石碑上凹陷下去的部分 是村民们一次次用刀子刮的 因为当地人相信 这块石碑有灵气 从那刮来的石粉能够治病 所以家里养的牲畜不吃东西了 就会刮一些来 拌到饲料里 甚至村子里有人生病 也会跑到这儿 刮些石粉当药用 多少年来 村里人不管男女老少 都相信这石碑的粉末能够治病 这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附近村庄的人们得了病 也会来这里刮石粉 甚至几十公里外的连江县 也有人回牧民前来 替家人求药 这两个中年人 带回去了一些石碑上的粉末 说来也怪人 两年之后 他们得了癌症晚期的母亲 居然还活着 就这样 多少年来 很多人都在这只石碑的身上 刮石粉 最终让石碑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说完了石碑身上的 这些坑坑娃娃 我们再说说 这个石碑身上的斑纹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 这只石碑的表面是凹凸不平 但是却很光滑 在硅的背部和前面 都遍布了血红色的纹路 而且非常的密集 看起来就像人身上的血管一样 那么石碑身上 为什么会有像血管一样的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 当地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问题 我打个比划 如果人家到珠宝里面去买一桌 一桌就是白玉无限 白的都是透明明亮的里面 是吧 白的在我们手里里面 手里面 大概几十点 能够死的 死的要埋在棺材里面 藏在一个血漆 血就被这个玉镯洗去吃 里面就布满了血精 当地人把石碑身上 这些红色的纹路 当成了石碑的血脉 认为石碑上的血脉 和玉镯上所谓的血精是一个道理 但这种说法显然 确乏科学依据 那么这座按照永恶皇帝的要求 打造的石碑 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 故事说到这 这迷是一个接一个 石碑为什么会流血 曾家的老祖宗 当年给永恶皇帝 自信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 石碑上的粉末 到底能不能制定 石碑身上红色的纹路 怎么形成的 和石碑流血有没有关系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我们的记者经过多方大厅 找到了一位大学教授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 甘教授曾经多次到这个村子 对石碑流血的怪事很关注 也做过一些相关研究 我们希望他能够 给我们来做一些解答 甘满堂说 曾神孙给永乐皇帝治病 历史上却有其事 但用的什么药 史书上却并没有记载 据他分析 极有可能是一种 只有当地才有的 很少见的灌木 名叫五爪龙 这个五爪龙是当地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 就是林津公庙前面 长的那些灌木 这个灌木有这个药性 这个五爪龙就是当地真尘酸 这个妙族真尘酸 最好有罗皇帝的这个草 我们当地回做话 叫五爪龙 好像在本草干部里面 药树里面是乌烈龙 叫乌烈龙 你看这里讲出来都是五亿 都是五亿 这个植物很普及吗 在五亿 在我们这里有 我们家乡比较多 比较多 其他地方还好 我们家乡比较多 其他地方也很小 其他地方很小 对 另外奇怪的是 就是说 在我们皇子底下的树粉 还有重新生出来 荒物里面 生出来的这个药爪龙 这个很奇怪 当时把它围起来 还专门写着一个板 让人家看 很多人 很多人在这里参观 后来熟香啊 什么了 熟掉了 暂且一年 就是这里 它下面又站出来 这个说奇怪不奇怪 古爪龙 又名 母猪藤 生于矿野 山谷 林下和路旁 具有清热解毒 活血散瘀 利尿的功能 在草木辩方等古代遗书当中 都有记载 南朝著名的医药家 桃红井 曾经做出过以下的注解 倒敷窗中 蛇虫咬处 当年曾神孙到底 是不是用这个五爪龙 给涌了皇帝治好的病 因为没有记载 只能推测了 专家说 通过这个排除法 基本上可以确认 那这个谜团解开了 下面咱再说说 这个石龟身上红色的纹路 怎么回事 前面已经说了 这座石碑的材质 很像鸡血石 但又可以肯定 它不是 那么这石头 到底是什么材质的 这个石碑 它是石灰研制的 但是它含有 二氧化铁 或者是三氧化铁 这类的一些杂质 这些杂质 呈现出这个条纹状 在硅身上分布 氧化铁 别名叫铁虹或铁丹 这是一种红颜色的化学物质 这块石碑的材质是石灰岩 而石灰岩很容易受到 风霜的侵蚀 加上年代久远 石碑的风化非常严重 有些地方产生了一些 肉眼看不到的裂纹 天长日久 因为化学作用 这些裂纹上就会大量的凝聚氧化铁 进而形成石碑上的红色花纹 再加上村里人在上面摸来摸去 裂纹就特别的光滑 像打了蜡一样 看起来就很像人身上的血脉 那如果小孩或者是大人用手摸 长期的摸的话 它上面会一些结晶 结晶会产生反应 所谓的氧化反应 那反应以后 那杯身上就显得更为这个喧哭 我们都有了观察盘 有了手摸摸 人家看我们也忘了了 那您在那边睡觉吗 您在那个杯上睡觉吗 杯上睡觉睡过 所以爬上去玩得很经常 知道了石碑血脉的秘密后 那么石碑流血的秘密又在哪呢 前面说过 当地人认为石碑流血在时间上没有什么规律 其实规律还是有的 只是被人们给忽略了 甘教授经过调查 记下了石碑几次流血的月份 他发现石碑流血大都发生在梅雨季节 干燥的季节一次没有发生过 而且还都发生在晚上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每年的三四月份 福建是个梅雨天气 那梅雨天气的时候 如果特然放晴的话 这时候乌龟身上的坑里面会有些积水 这个积水因为有红色的血经印在那里面 大地人认为这个鸡的水是一种血水 是乌龟身上流下的 福建属于东南沿海 气候温润 雨量充沛 而每年的三四月份总是阴雨连绵 也是一年中最潮湿的季节 到了晚上气温下降 岩石的温度同样也跟着下降 这时候水蒸气就会凝聚在上面 凝聚多了就会往下流 甘教授还用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例子 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拿一个 拿一瓶啤酒放在这个冰箱里冰着 我们要喝的时候把啤酒瓶拿出来 这时候啤酒瓶就会渗出水 石碑上留下的液体 那液体其实就是水蒸气变成的水 可是水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刚才我们说了石头缝里有氧化铁 这是一种红颜色的化学物质 有可能当中一部分会溶解到杯身上的水珠里 所以就会呈现出一种红颜色 同时因为石碑的底色是红色的 视觉上的错觉 让人看了就更加加深了这种印象了 这就好比茶水拿绿瓶子装着 你看着就是绿茶 拿红瓶子装那就是红茶 道理一样 到最后当人们说起这事的时候 因为一种奇怪的心理暗示 虽然不敢肯定液体就是血 但是也得瞪着眼珠子一口咬定 没错 我看见就是血 石碑流血了 这事就这么传开了 就是杯身上伸出水应该其他地方也有的 但是像林吉公这个龟湖身上伸水一般来说比较少见 就是关键它的龟湖身上有很多凹坑 一般这个深的水它水珠就是滴下去没有积留在这个杯身上 那现在它身上有凹坑就是积在这个 就是在杯身上有坑就积在这个坑里面 那现在在这个倒影下现在有红色就显得很神奇 石碑流血之谜终于是真相大白了 那不过现在还有个谜没解开 那就是石碑身上的粉末真的能治病吗 我认为这个就是说石碑上的粉末不能够治病 它只不过起到一个安慰剂的一个作用 甘满堂说 这座石碑的材质是石碑岩 含有一种化学成分叫碳酸钙 而碳酸钙可以治疗高血压 失眠 悬晕 耳鸣 胃痛等病 有一定的镇定作用 李时珍也曾经在《本草纲目》里提到过 古人曾经吃过石碑粉来帮助消化 至于牲畜不吃食了 吃了石碑上的粉末又恢复了正常 就是碳酸钙帮助消化所起的作用 至于人病了吃了那粉末又好了 只能说粉末有可能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也无法证明 那就是粉末起的作用 如果不吃粉末 病好得更利作也会有可能 说白了 石碑上的粉末能够治病 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认为这个碑粉很有灵性 很有这个药性 可以保治白病 如果喝上它的粉的话 也可以沾上一些灵性 就是说能不能治病 如果说治好病的话 这是个偶然作用 就是这样的偶然作用 一传是石传百 再加上心理暗示和夸大其词 石碑上的粉末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 至此围绕着石碑流血的种种怪事和传说 都有了科学的解释 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看起来都挺神秘 挺玄乎的 但是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它 本来挺简单的一个事 有的时候就人为的把它给弄复杂了 这其实不叫智慧 叫庸人自扰 所以以后遇到什么不明白的事 最好不要瞎猜瞎传 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个专家 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解释清楚了 这里是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老纪传奇 都市凸现恐怖鬼屋 在这儿坐下去 我怕我会吓死 门窗紧锁 惊现神秘访客 卧室中央 为何会用血腥照片 一位当工 怎么挂着女人的衣服 买来的荷梦 早起重启 敬请为人解密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